你能不能说一下 以再生能源 当然再生能源台湾主要是两大块 一块是太阳能 另外一个是离岸风电 我们就以太阳能这个行业来讲 你觉得台湾的太阳能的行业怎么样 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好还是一般般 台湾目前政府的目标是非常积极明确 那业者像我们这样子类型的开发商 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积极 想要把整个量做大 但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瓶颈 就是政府在哪些地方 适合做太阳能电厂的开发 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 那当然一直都有在进步 在讨论说有哪些场域可以 比较少争议 因为大家可能在新闻上看到说 一些农地过去可能没有限制 就直接拿来做太阳能电厂 那遭到了蛮多意见的反对 那如何把这些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都纳进来 取得一个折中的平衡 我觉得这是政府民间 可以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概念 土地的这个分布 如果像你刚才讲的农地 我可以想到的有些是工业用地 就是工厂顶端 还有一些是我想到的是 比如说家庭 家庭上面装个屋顶 当然我不知道我这个分类对不对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比例 比如说农业的大概占20% 什么工业的上面的50% 家庭的50% 我不知道这样分对不对 太阳能的暗场类型 大概可以分成屋顶地面跟水面 屋顶地面跟水面 那屋顶的话当然就有分大中小 比较小型就像刚刚您说的这种家庭 可能透天独栋或是公寓大楼屋顶 这种小规模的 那也有工厂仓库 等等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屋顶 这都归类为屋顶型 那地面型的话就是一些不利耕作的农地 这种比较多都在中南部为主 那水面型一些制洪池啊水库等等 这通常都是政府持有的闲置土地 它通常都是用招租的方式来让业者进行投标 那谁拿到谁就有这样子的开发权 那比例的话过去在过去通常都是以屋顶型为主 在土地还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 但随着这两三年政府对于地面型是比较大力推动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要做到政府的那个20%的再生产目标 其实需要蛮大量的装置量 所以土地的太阳能电厂是这几年比较逐利大家所关注的 如果有一个比例 因为你说大部分是屋顶 那屋顶现在是大概占几成 具体的数字我现在没有 但是应该还是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OK 那水面的话有没有5% 10% 水面不到5% 不到5% OK 所以剩下的话大概是地面 就以这些农地为主 我们来focus一下讲到这个农地 因为当然我是不懂 我看到了这种很多的一些的讨论 有的时候是说什么与民争地 什么就是当然有的人认为说台湾还是要自己的农业 然后有的是说你的农业上面都盖了这样子的东西 那甚至有的人说台湾可能要养殖业 但你水面上面也盖了这个东西 可能这个养殖业也没有办法做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 就是这如何一个平衡的问题 如何在这个台湾需要电 需要开发 需要这个土地 需要场域 但另外一方面 当然台湾就是我们站在一个 sustainable sustainability 永续的观点 也希望说整个的社会能够和谐 所以不管是农业 渔业 养殖业 能够有一定适度的平衡 或者是工业 这个怎么取舍 这个的取舍像政府过去也曾经遭遇到这种农店共生 遇到了一些比较投机的业者 它实际上是没有进行农业的生产 但是电厂已经盖在那边了 所以争议比较大 所以政府后来有一段时间 是把农店共生这条路做暂停 但是近年来这一年多来 政府对于渔电共生这件事 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所以大家可以从包容长子上看到说 近年来渔电共生的案例越来越多 尤其是今年开始 应该会有蛮大量的渔电共生 大型地面暗场开出来 那渔电共生比较容易做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些动物 鱼我们把它归类成为动物 它是自己可以寻找阳光 去让它自己回生的方式 那政府也有在法令上限制说 一块鱼蚊它最多只能盖四成的面积 如果设置太阳光电的话 那同时要求业者要保证产能 要达到原本的七成 也就是说假设一年有一顿的鱼 过去没有盖太阳能的时候 要有一顿 那你做了这四成以内的太阳能电厂之后 必须要产出大概零点七吨的鱼 鱼货 所以最多只能够有四成在上面盖 对 你要确定还是有七成 对 这个是可以测量的 这是可以测量的 就追踪的 OK 那我是很好奇 这个当然鱼温 我是听说了很多 但我没有去看过 这个是在陆地上的一个池塘里面 还是在岸边 就是在海边 是什么岸边 还是都有 这个都有 所以像我们在做鱼定工程开发的时候 就要跟这些养殖渔民 做充分的讨论 它的收成方式是怎么样 那我们的电厂如何盖 是对它的收成方式影响最小 双方都可以接受 刚才讲的一开始是屋顶 然后是地面 那现在的话是余电工程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当然我要请教您 有个隐含的假设 是不是说屋顶或者地面 现在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其实屋顶还是有蛮大的量 可以再持续努力 像正普也是这几年有推出 用电大户 它强迫他们一定要去设置 再生能源 那甚至是绿电要自发自用 所以工厂闲置的屋顶还是非常的多 只是过去可能 这些企业组对于 不熟的东西 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尝试 但这几年因为再生能源议题也非常发达 ESG等等这种话题 所以企业组也陆陆续续都对于 这件事情是比较支持的 那你如果在未来看的话 你觉得屋顶地面跟水面 你会觉得哪一个成长最大 感觉上好像是水面是成长最大 其实还是地面 好还是地面成长最大 OK 我们把余电共生这归类为地面 因为它的建造的方式 其实跟地面形是比较像的 那水面的话通常是浮力型 直接浮在水上的被定义为水面 哦 浮在水上 那你们有做这种浮在水上的吗 有 我们有一个蛮指标的案件在嘉义 大概是目前全台湾单一 制宏池最大的水面型电厂 大约占地是70公顷 这个是在制宏池的上面 制宏池的水上 制宏池的水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